測灵魂之力 測灵魂之力 这 这是 怎么办 抱歉 这 不需要赔吧 不需要不需要 这点经费还是有的 测试时虽爆 但老夫的感知来说 你的灵魂力量 约在十四阶左右 已打破了曹营 当年留下的记录 十四阶 这怎么可能 好厉害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社长老 您老人家 不会判断错误吧 你是在质疑我 高阶炼药时的 灵魂感知吗 我宣布 灵魂强度测试 到此结束 医名 消炎 爷爷 你看 叶家有救了 看来这次 来了个不得了的家伙 接下来的第二项考核 灵魂操控 上方是由魂钢制成的测魂珠 用灵魂操控此珠 宛如承载千金之物 你们谁用灵魂之力 接下的测魂珠最多 便是此项考核的优胜者 名次 以此类推 这项记录 当年也是由曹颖所创 他一次性接下了八十九颗 接下来 看你们能接多少了 不行 坚持不住了 秋姬四十一颗 白鹰四十三颗 曹修五十六颗 白鹰萱六十六颗 小野 再不动手 珠子就没了啊 这些 应该够了吧 就 九十三颗 这么肥 就这么玩了吗 有意思 那天果然没错 他 非常强 承让了 小野大哥好帮 好手段 混蛋 凤头都让他给抢走了 我宣布 第二项测试 硝烟以九十三颗的成绩 依旧保持第一 并打破了曹颖当年创下的记录 最后一项测试 灵魂力量的攻击性 圣长老 按照规矩 上一届冠军所属家族有一次换人的资格 曹家想要中途换人 不知可否 请放心 我不会胡来 只是手痒了 想找硝烟先生试试 既然曹颖小姐都这般说了 那硝烟愿意奉陪 风度不错呦 曹修大哥 让我来吧 嗯 既然都没问题了 那么考核便开始吧 这 这怎么打 退出吧 你意思是 想要守住叶家在丹塔的长老席位 需要先接受丹塔对五大家族的测试 并且要在丹塔五大家族测试中 排名前三才有资格 但五大家族的测试 外人不能参与 所以 我要先成为你叶家准女婿才行啊 我出去走走 你们慢慢聊 这家伙 这 这是权宜之计 只要能够再度保留席位 那叶家便具备足够的发展时间 到时 萧炎先生便与叶家没有了半点关系 这都是什么搜主意 我一个大男人倒是没什么 可你这样令兴兰日后如何见人 相对于叶家存亡 新兰个人名声算得了什么 萧炎大哥 请您再帮助叶家一次 只要 只要能助叶家度过此劫 新兰愿往后给您做牛做马 啊 萧炎的性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答应你的事 他自然不会撒手不管 你这样 反而会惹得他不耐 萧炎大哥不用担心 这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况且 萧炎大哥以后 注定是斗七大陆上的顶尖人物 新兰 也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 你 好好好 我知道了 这事 就随夜重长老安排吧 如此便多谢萧炎先生 大长老 草家又来人了 说是要与新兰小姐提亲 来你叶家提亲 新兰不在也就罢了 如今已经回来了 还要百般推死 难道是瞧不起我曹家不成 曹公子说笑了 婚姻大事岂能儿戏 这门亲事 还望曹公子再考虑考虑 该考虑的是你们乖乖将新兰驾驭 我们曹家还可以出手帮你们一把 否则 就退出单于五大家族之列吧 王主是假 屯兵是真 这曹家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 曹家真是好威风 提亲不成便动手伤人 也太没有大家风范了吧 两名斗尊 我说叶家为什么突然间这么英气 原来是找了不少帮手啊 你便是前段时间来叶城闹腾的硝烟吧 你是何人 曹家七品炼药师曹丹 曹丹 什么鬼名字 你 小爷 我知道你很能打 但你要清楚 我们曹家可不是冰河谷能比的 更何况你之所以打赢冰河谷 靠的是你身边两位斗尊强者吧 二位 如果你们今日不插手此事 那日后若有丹药需求 可尽管找我们曹家 不用了 关于炼丹 我等自有更好的人选 你也是炼药师 懂炼药术 略懂 你们叶家 该不会是把此次考核押宝在他身上吧 就凭他 既然你是炼药师那就好说了 炼药师有炼药师的规矩 自然不能像粗人那般打打杀杀 你我比一场如何 若我输了 这门亲事便作罢了 但若我赢了 你便不再插手此事 如何 不知曹丹少爷 想怎么比 火 怎么样 若是不敢的话 认输便可 我不会抢人所难 既然你喜欢 那我奉陪便是 看我如何碾牙你们叶家的希望 小爷 我这火 你天鹰魔火 取自八阶魔兽天鹰三头尸体内 你的若是寻常火焰 别自取其辱了 别自取其辱了 我操控火焰 可不单单是看火焰的强度 有一火也不见的就能赢 让我上 一火果然威力不凡 这样下去 天鹰魔火可不是对手 既然如此 那就甚至两种火焰 展弹 睡魔 出炼 你 好 好 ad 不愧是翼虎 若是换作其他火焰 恐怕早就被两头火兽给撕裂了 两种鞋 那就四种 小岩 火而火可不是光看质量 数量也很重要的 以后与人比试 可要牢记在心了 数量吗 好 好 十 十种火焰 这得是多么强大的 流魂之力啊 这 怎么 恳我比玩晃 你 还不配 不 这不可能 这肯定是假的 给我上 上 你 赢了 我们赢了 赢了 比够了吗 今天 我输了 不过你叶家也别得意 丹会之上 我 曹家 自有人消失而等 曹丹此番所言 恐怕曹家那个妖女要回来了 妖女 嗯 便是曹家曹颖 此女七岁便正式成为了一名炼药师 被丹塔看中 破格成为丹塔核心弟子 如今 至少也是七品顶峰的层次 此女 或许会成为硝烟先生在丹会上的一大劲敌 丹会举办在即 中州各地赶往圣丹城的人 越来越多了 硝烟大哥 都闭关二十多天了 这不吃不喝的 不会出什么事吧 放心吧 他不会 这股能量是 是灵魂之力 你可算是出来了 小子 刚刚这股灵魂力量是你发出来的 难道 你小子触碰到灵境了 灵境 嗯 其实灵魂境界也分为 凡 灵 天 地 四层境界 在远古 有着关于灵魂的特殊修炼之法 称为魂境 不过现在也已失传了 不然倒可以以此加快你的灵魂修炼速度 我本以为 你那老师应该与你说过这些 老师 各位 丹玉到了 这丹玉如此庞大 恐怕不会比黑角玉小多少 丹玉分为外玉与内玉 这里不过是外玉的一处空间点而已 萧颜先生 您可先随我去考取丹塔认证的炼药师等级徽章 想要参加丹会 等级徽章是必不可少的 嗯 我随叶长老走一趟 你们先随处逛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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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这一次又是你带人来参加考核 看来叶家当真是无人了 萧颜萧遥 那是丹玉白家的人不必理会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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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叶家的麒麟儿啊 这年纪轻轻的 七十四品炼药师 当真是人中龙凤 我白家 自愧不如啊 哈哈哈哈 过早 小子 无礼 住手 哼 哼 这里是丹塔 都给我老实点 哼 算你命好 我是韩力 负责此次考核 传送阵已经开启 各自挑选合适等级的法阵进入吧 请问 这里最高测试等级 有限制吗 齐品终极便是我这里测试的极限 嗯 那便考核齐品终极吧 哼 既然你这么有自信 那我就亲自带你去吧 哼 期待了 哼 希望等会儿 你还能笑得出来 哼 听见对待 六品高级测试完毕 白家 通过 啊 竟然突破了六品高级 这么年轻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 这白家果然底蕴雄厚 论天赋 还是得看我白家的子弟 你不像某个废物 都进去这么长时间了 只怕是躲起来了吧 哼 夜宠 等你夜家从五大家族除名时 我白家 会好好招待你们的 走了 哪是 小颜小友 请 几 几比终结 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 小颜小友 着实抱歉 我这边等纪有限 还需麻烦你 去担他总部在此 废物 都是废物 走 站住 怎么 你这个废物还想 可 唯老不尊的家伙 是该好好反省一下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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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